正希我們之前就一直在期待說 法縮會的數字 那這個數字出來 其實算是相當的漂亮 很多的比市場預期來得更好 怎麼解讀 其實營收數字早就出來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 年增率是高達40% 計增率高達13.6% 所以比較起來 我們到底要比較什麼 因為已經出來 第一個就是在毛利率的一個部分 毛利率的部分仍然持續的上揚 這其實非常的一個不簡單 第一個大家想到一件事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隨著COAS的比重在上升的一個情形底下 台積電的毛利率 因為COAS的毛利率是低於 台積電50%以上的毛利率 所以它控制比重越高 又代表什麼 我們一定要下降了 代表它其他的報價再上來 所以就是回到了外資認為的 台積電其實有幹嘛 偷偷在漲價 還有硬價漲價能力 然後再來是控制成本控制得很好 因為營業利益率上升的幅度 大家看到沒有 營業毛利激增13.9% 可是營業利益率上升15.1% 這證明什麼 營業的費用率又下來了 這為什麼 因為營收不斷的在擴大 所以造成營業利益率又在上升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以這樣來看的話增加15% 這8.7% 再加1.5% 理論上這要突破10% 台積電只有一件事不如運氣 但不是它造成的 是稅率 有沒有看到 這個稅前率大概是20%左右的稅 過去大家知道台積電很少 被磕到20%的稅 因為台積電有最多的投資抵免 有更多的租稅檔 你看到這是第一季的數字 跟第二季都可以看出來什麼 全部都沒有被磕兩成的稅 所以在第二季其實不用擔心 數字略為沒有突破10塊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之前 用這個營收 就是它的稅率比前幾季都來得高 但是又存疑還是比預期來得很好 是 但是質量沒有過10塊 只是因為稅率比較高 大家千萬不要擔心 因為我們從營業利益率的角度來看 它的成長幅度是相當大的 我們也預期說第三季展望來看 覺得第三季會比第二季更成長 資本支出的部分 之前的低標是在拉高一些 差不多到320億美金 這樣的一個數字 能夠支撐我們對台積電 千金俱樂部不斷的 越來越貴的一個趨勢 老實說它還是太保守了 我覺得會超過 為什麼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是 台積電過去的第二季跟第三季 營收都差15%了 現在說我們為高成長 我們為成長8到13 然後中間在 我覺得它會在超越 很簡單 iPhone會不會賣得比你想像中的好 只要iPhone賣得比想像中的好 就不是15%了 因為第三季跟第二季最大的不同 就是什麼 就是iPhone 就是A3 就是3奈米製成 所以我認為台積電這個預估還有在突破的 更可怕的還用在這裡了 這個毛利率是53.5到52 很多人說53.2只增加一點點 它的意思是低標是53.5 高標是55元 即使最壞的狀況 它的毛利率都要上來 這是何等不簡單的事 我要跟大家講 我一直要強調 CoA是第三季會比第二季更多 再拖累它的越多 它竟然還要再成長 這更不簡單 也因為毛利率上升 所以理論上營業利率 它一樣維持在一個相對的一個高檔 所以我認為簡單來說 這個數字好 但是我認為 只要蘋果賣的好 我現在的條件要先出 只要蘋果的手機賣的好 這個數字還會再上升 至於投資人很CARE的 也是所有資本CARE的 最CARE的就是說 因為之前是說281到300億 其實這個數字沒有差很多 我一直要請大家注意一件事 很多人都只看這個數字 那表示你對台積電不夠熟悉 昨天艾斯摩爾這些人都大跌 因為唐漢不能買到中國 如果今天台積電都買 艾斯摩爾的機台 就算資本支出再高 跟我們的資本 概念股有什麼關係 大家聽得懂嗎 如果台積電中 我們現在要跨入兩奈米 所以我現在當然要買 兩奈米的機台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台灣誰會做前端製成 所以我們以後看到這數字 我拜託大家眼光看得更細一點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他對未來 他講說COWAS共不應求 一樣的支出如果都花在COWAS上 對台灣才有幫助 因為我們做了非常多的COWAS 做了很多的後段 所以我請大家這個數字 不要只看絕對數字 要看他到底錢花在哪裡 如果這還是在強調在後段製成 對台灣的國產概念股 自然就有非常的好處了 那當然70到80端 投入了一個相對的先進製成 那這先進製成裡面 我待會兒會再跟大家聊到 台積電到底的先進製成的 這個比重 我不知道就是357嘛 那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台積電的三奈米概念股 大家可以看到過去 不管是在中砂 不管在加登這些 都會持續的再往前耗盡 那至於第三個業務 不用我講了 我們都已經講了 將會受到智慧型手機 跟人工智慧相關的需求的支持 那講完第三季 就是台積電股對不對 我們馬上可以推估什麼 第四季 為什麼 第四季更好嗎 是 大家不要忘了 在之前 你聽過的是 B系列 H系列 A系列 對不對 那時候 AI伺服器什麼時候出 大概就是9月10月的時候出 所以那時候台積電 忘記 AI的東西的比重都在這裡 可是你今天有沒有聽到什麼 GB200 GB200什麼時候出 我希望它越後出越好 為什麼 股價才有期待 如果它接觸到第四季 那你只不知道台積電 還要拿多少 5奈米跟7奈米的產門 來擺平FDR OK 所以為這家有講 這個供需還是很太持平 所以GB200 將會解決台積電第四季 蘋果 萬一沒有延續到第四季 我們都聽覺得 蘋果會延續到第四季 但台積電如果沒有延續到第四季 別忘了還有誰 Gb200 所以我們簡單的算數 我幫大家複習一下 第一季叫8.7 第二季叫9.5 第三季為什麼 他們說估10個分剩 那不是說10.5 不要忘了毛利率還在上升 所以這樣的算法很容易估到 11塊 那第四季本來蘋果會Slow 可是又來了Gb200來助陣 所以繼續往上 所以我個人 我知道很多人是估到40 但是我覺得以這樣的一個 應該有機會往41到42元賣進 這是經典 那明年的話 大家都知道台積電通常就是 這邊的尾變成明年的頭 最後變成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人估50以上 因為尾就12了 12你不要乘以4點多的就50了 隨便就1200以上 對 所以我就說 這個獲利是很好被估計的 OK 所以這個大家就繼續 給他買下去就對了 那我們再來看 那再來看看 董事長說的什麼也很重要 對 我們剛剛是數字 董事長說的什麼 還為了拉升到24.26區 也低價拉高 我說過了 還會再拉高 就是只有台積電能超越台積電 再下來 我剛剛不是一直強調嗎 COVAS的需求也非常強 要持續到2025 2026 所以我講了 不要只看資本支出的結論 那對COVAS 台灣我覺得這個還是會持續 所以COVAS概念股可以繼續買 我覺得COVAS的相關概念可以買 尤其是如果今天有人因為 300到320億 覺得不如預期 沒有增加 出現了一根藏黑殺下來 我覺得更是一個風低的機會 好 那最看好的是誰 我想還是不外乎這些萬物論 星雲 紅碩這些股票 請記得 好 永遠會更好 OK